Hello 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工業4.0 或者保育4.0課堂內容的講解 額外補充的第六段 我們的Extra Beefing 6 希望大家去到這段影片 已經看過了線上課堂的第一至十五段影片 以及額外補充的第一至五段影片 我們的Extra Beefing 12345都已經看過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些影片之後 對我們整個工業4.0或者保育4.0課堂 每一個部份如何深入地講解 去演繹給同學聽 浪情會是怎樣 已經會有一個深入的認識 去到第六段影片 其實這段影片我們的方向會有少少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除了作為一個課堂的其中一部份內容的講解 可以幫助大家之外 其實我們有些one day web shop 我們有些兩至三個小時的工作坊 因為有時我們這個課程有很多節 我們都會抽一部份內容做一個兩至三個小時的一日工作坊 而這個工作坊的內容就是會用到這段影片的流程去演繹出來 除此之外 這個影片後期的部分 我們會講解AR的部分 我們會用在工業4.0課程中的其中一部份 這部的AR部分都會幫助大家去教導工業4.0課程 這部份的AR部分都會幫助大家 事不宜遲 我們講一下如果是一個one day web shop 我們一開始就會說 我們賽跑比賽裡面有這四位高手 而其中一位高手就是長頸鹿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之後會覺得似場相識 因為這裡譬如說 要把照片拍得很蒙 你要列舉長頸鹿的外觀特徵 要兩化它 然後再繪畫出來 這個任務其實大家都會見過 這個長頸鹿的任務 就是我們在線上課堂的其中兩段影片 我們都會涉及到這個長頸鹿任務 因為我之前大家都應該看過 所以我也不會在這裡花太多時間去講解 這裡大家都記得 我們會叫他拿一個長頸鹿的動物模型出來 去幫助大家完成 因為照片就很蒙了 叫大家畫長頸鹿的外形出來 量化它的外觀特徵 大家會覺得 好像有些 同學一定會覺得 有些貧空想像有些難度 這樣 我們這裡就會派發一個 Reno的長頸鹿模型 這裡大家都會記得 這個就是我們 在線上課堂的影片內容都會說到 就是 我們身為導師 我們在網上找到一個長頸鹿的作品 他畫長頸鹿的作品給大家看一下 也是畫得不差的 那就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他在我們要求下 他都畫得不差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他只是一個卡通 一會兒我們都會講一下 這裡記得我們要做這個任務 做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們跟同學講我們有畫長頸鹿的任務 我們就要派發這個Reno的長頸鹿的動物模型給同學 讓他們不用憑空想像 可以仔細有個很像真度高的立體動物 立體的長頸鹿模型 讓他們去觀察 然後去完成這個任務 你見這個 即是 給長頸鹿模型給同學的時候 他們都會表現得比較興奮 和氣氛都比較好 這裡 一個像真度高的立體模型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和各位同學講一下 這個模型可以幫助大家 仔細觀察外觀特徵 量化它 再繪畫出來 這裡其實我都講解過了 在線上課堂拍影片的時候 為什麼Miphy的嘴是交叉 究竟他如何反映真實兔仔 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其實這裡我們帶出的重點 都是一樣的 詳細如何演繹 當然可以參考一下線上課堂的內容 但是這裡在我們 因為那群同學 沒有試過接觸我們這個課程 所以都要跟他們講解 其實 例如問問他們 為什麼Miphy的嘴是交叉 會不會是不讓他們說話 很多同學都要答這個答案 當然大家看過我們線上課堂的講解 都會知道 其實它是想表達真實兔仔 這個很重要的特徵 簡單來說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表達最重要的特徵 這句我在線上課堂的影片 我想大家都聽過很多次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就是我們線上課堂的 第六段和第七段 這裡有一條連結 大家如果不太記得 或者印象不太深刻 就可以去看我們線上課堂的 第六段和第七段影片 就是關於我們的長頸屋任務 前面我剛才說的部分 如何詳細去演繹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講解給大家 好了 我們就說Mithy這個卡通 我們都畫得很好 即使它是卡通 都可以表達到一些真實兔仔的重要特徵 我們在網上找的例子 這個長頸屋的繪圖都是一樣的 雖然它是卡通 但它都可以表達到長頸屋的重要特徵 例如呢 第一是長頸 長腿 長腿 我拿這個圖的時候 不是卡通得很好 所以就拍不到長腿 不過都有的 長頸 長腿 有頸屋 有頸背後的鬆毛 頭頂有一雙軟角 尾巴的形狀 或者身上的紋都很清晰地表達出來 好 這裡就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展示的流程 如何去和各位同學講解長頸屋這個各項的特徵 好 這裡就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 你看我這裡的進度會比較快 但其實如果大家去講解這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去逐個逐個慢慢去和各位同學講解 因為都會有一定的時間 給大家去講解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去急 好了 剛才講過了 你叫我逐個逐個圈回 卡通的長頸屋的一個特徵 那個圖的特徵 我逐個圈回出來 這裡就是過往我們這個任務時 是一些同學的作品 是我們之前的一些課堂 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每一個都是 當然這裡可以逐個顯示給各位同學看 詳情都可以去到 剛才的線上課堂第六、第七段 我也有講解到 你看這些素描畫得很漂亮的長頸屋 這裡還有顏色 表達外觀上的顏色上的特徵 你看我線上課堂有兩個都會重點說到 就是這兩幅 有一棵樹在旁邊的兩幅 你看他的畫工不是最好的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給他印象深刻 要跟大家講回值得其他跟他學習呢 就是因為我線上課堂也有講到 他懂得畫一棵樹在旁邊 簡單來說 他用一個對比的方式 表達長頸屋高的特徵 因為有整棵樹那麼高 那些人就很清晰知道它很高 因為就算你畫了整張紙的話 都不代表可以顯示到長頸屋高的特徵 這裡就可以秉承我們的重點 用最簡單的方式 挖棵樹在旁邊 表達最重要的特徵 表達長頸屋高的特徵 好了 前面你叫我講得比較快 雖然都有好幾頁的內容 但是我們是因為線上課堂的影片 第六段和第七段都講解過了 因為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不知道怎麼演繹 可以去那兩段的影片看回 由這裡開始了 其實我們這個One Day Web Shop 叫同學仔畫完長頸屋之後 就有第二個任務 叫他試一下用立體的方式 不是平面 剛才因為畫畫是平面 現在試一下用立體的方式 表達這些長頸屋動物的重要特徵 那就是怎樣呢 一樣的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最重要的特徵 這個時候 你就會派發Veno的泥膠給他 一樣 這裡和我們之前有一段 HR Briefing 關於講那個工業4.0的深刻指示 那裡都是需要派Veno的泥膠給他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要他們用泥膠 展示動物一些重要的立體特徵 這裏就是過往同學的作品 這裏會用泥膠製作了天鵝等等 或者其他動物 這裏想帶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接觸過動物的 像真度高的Veno的動物模型物 其實在這裏呢 我們有一個延續的就是 大家用泥膠 其實和我們之前HR Briefing 我記得HR Briefing第四段影片那裏 我們講到就是 要用泥膠製作了動物的立體外形 他就會覺得 究竟你覺得是不是像真度很高呢 即使他製作得很漂亮 但是像真度也不會很高 但是為什麼 我們這個Veno的動物模型的像真度那麼高呢 是不是就這樣用泥膠製作出來呢 很多同學都會覺得不是的 當然用什麼技術呢 這就是關於工業4.0 3D打印的部分 會詳細講解到 HR Briefing第四段會講解到 但是在這裏呢 我們不會提出這些比較複雜的內容 比較難的內容 就是怎樣呢 我們呢 為什麼要製作立體呢 就會這樣問同學生 因為製作了立體的動物模型之後 我們有下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 是什麼任務呢 你看到有一個延續這個字寫著 就是我們要即場餵動物 即場餵長頸鹿 在哪裡呢 是不是在這裡呢 然後很多同學生都會反駁 當然不是啦 當然在動物園 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當然在動物園 在這裡怎麼餵 你就跟他說了 我們就是正正在這裡 在這裡餵動物了 其實這裡呢 你見過這個演繹 你在線上課台影片 大約是第十一 至十二至十三段 都會見過這種演繹方式的 好了 這一頁大家都見過了 首先要用平板電腦或者手機 去下載Reno的程式 之後呢 就可以根據指定的一些步驟 砌完那個拼圖 利用平板電腦或者手機 掃描回它 那就可以玩一個 AR 餵食動物的遊戲 這裡呢 因為我們不是很講解 到這裡就 無論是剛才畫長頸鹿 還是派發泥膠 畫長頸鹿 還是派發 這個Reno的泥膠 以及去到這裡 給這個AR遊戲去玩呢 其實我們呢 都是趕少少 就是盡量用回我剛才 再減化我剛才講解的演繹 因為我就是想給大家明白的 但大家在課堂上演繹就可以再簡短一點 主要這個WebShot 都是給同學仔去玩這些任務的 畫長頸鹿 整理膠 以及AR的遊戲 AR其實全名叫抗爭實景 就是玩這個遊戲 這個當時是河馬 我特意不做長頸鹿 因為做長頸鹿 他覺得沒有了神秘感 因為你玩的時候 就會玩這個 餵長頸鹿的遊戲 這裡我特意做河馬 為什麼我會選擇河馬和長頸鹿呢 就是因為我發覺很多同學 都未確定長頸鹿和河馬是吃肉 是草食性還是肉食性 所以這裡特意可以 大家一導師可以乘機問同學 這裡你見過往同學 之前的同學 去餵河馬的一些情況 玩這個AR的衛生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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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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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這裡 都可以 以前的東西 你會選擇 今天做的 是個RESHU的 做的事 打題 我今天就拍了一些事給大家 這個美術是想給大家 提示過一個美術的畫面 提示大家會感到默奏 會感到默奏 這就是一個美術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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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可以過一個美術的畫面 解釋很多的畫面 這個方法我們已經看了 然後就吸收了 再用這個畫面的畫面 播完了 我們繼續 這裏問他幾個問題 又是了 你見我這裏比較快 因為之前有些導師反應 我講解得比較長 有時太長可能很難吸收 我這裏快點講解 就好了 你見我這裏 都是很快地展示這些字句出來 但是在工作坊或者課堂的時候 你就要慢慢逐個逐個去問同學 例如問他們 這些動物模型可不可以走動呢 可不可以動呢 你覺得 牠們會不會走出來呢 你覺得 就要逐個逐個問同學 牠們可不可以走到大家面前呢 大家可不可以跟牠們互動 去餵牠們呢 這個呢 模型是不行的 就是一個立體模型 但剛才大家可以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用了一個 技術 叫做AR技術 抗爭實境的技術 抗爭實境的技術是甚麼 可以問同學生 有些同學生可以答到的 就說好像一些虛擬的 物件跟我們現實的人類 做一些很真實的互動 如果可以答到這樣也不錯 就是這三幅圖 但這裏就有個問題 問一問他們 其實有一幅圖 就不是AR來的 哪一幅圖 不是AR技術呢 大家一到燒 知道嗎 這裏可以問同學生 很少同學生可以答到的 其實就是這一幅 為什麼呢 這裏有交叉這幅 因為你見那位女士 她是要帶回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 一帶到這個裝置 我們叫做VR技術 因為AR技術 例如剛才同學生 玩過AR餵食長頸 的遊戲 只需要有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去掃描它 就可以即時玩 就不需要額外 有些頭盔 或者眼罩的裝置 這裏 逐個問同學生 AR可以帶來甚麼好處呢 第一 令遊戲更加好玩 令它更加投入 因為以往我們要去餵動物 就一定要去森林 或者動物園 在同學生的認識 認知當中 但現在不需要 帶我們去森林 帶我們 因為森林很危險 動物園 都可能不太容易去到 但現在AR可以令我們輕易去到現實中 比較難去的地方 以及帶我們去現實中 甚至乎去不到的地方 一會兒大家會看到 怎樣去不到的地方 以及AR可以讓我們和老虎互動 和他們一起玩 在真實中 這些要受專業訓練 甚至乎很難做到的事情 要真的和老虎互動 去餵食他們 去玩 但是AR可以讓我們做到一些 像剛才那幾張和老虎拍手掌 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心目中很危險 很難做到的事情 但是現在AR可以帶我們去做到 甚至乎一樣 可以帶我們去做一些 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當然這些全部 是否帶我們真正去做到 不是AR技術 是讓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些我們平時很難去 現實中很難去真正做到的事情 去感受的 去體驗回來 例如餵老虎 去森林 這些我們很難去做到的 平時在現實中 但是現在AR更重 就讓我們一個簡單的圖 去體驗 去感受 有些同學會問 這裏我覺得是一些深入的部分 給一些高年級的同學 因為他會問 動畫影片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現場直播就可以了 例如我一個人 他拿著攝錄機 去森林現場直播 去動物園現場直播就可以了 或者平時我玩電子遊戲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AR和一般的動畫影片 和一般的電子遊戲 或者一般的現場直播的影片 是有什麼不同呢 這裏我有幾個重點可以給導師 你可以和同學分享 或者這一頁的問題 我覺得都值得在講解AR的部分 和各位同學講解 第一 AR是將虛擬物體和現實結合的 就可以親臨其境了 因為親臨其境這件事 說真的 有時你去打電子遊戲 做現場直播 或者動畫影片 都沒有一個這麼親臨其境的感覺 因為AR是將虛擬物體和現實結合 所以就將親臨其境的效果做到最好 其次 我們可以即時互動 和我們 回應我們 例如剛才我們餵他們 他們就會抹大口 我們餵長頸 他們會即時抹大口 我們有些互動 還有最重要 會提供一個3D三位的立體顯示 令到真實感 就承接第一個重點 親臨其境的感覺 會更加大 這些就是AR的其他的體驗 大家會看到 剛才說過 我們可以幫我們做一些 甚至乎我們現實中 不是很難或很危險做的事情 甚至乎現實中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是甚麼呢 例如你看到一張圖和炮去接觸 都是一些很難 因為有時候動物園 有些很另類的動物園 都有機會和餵老虎、餵炮這些事情 都可能做到 不過比較危險 AR就令你們更易做到 但譬如真實可否在地球 可否放在一隻手上呢 可否和恐龍去接觸呢 可否在商場和博物館和恐龍去接觸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恐龍都絕種了 更加不可能把地球放在手掌那裏 但是AR就可以讓我們 因為它把虛擬物和現實結合 甚至乎可以給我們一個感覺 我們平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現實中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和恐龍去接觸 把地球放在手上 它亦可以透過把虛擬地球和恐龍放在現實世界 然後讓我們和它接觸 這些就是可以讓我們感受或體驗到 在現實中不可能體驗到的事情 好了 這段影片到這裏 我講解得比較快 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可以問我 但記住 後面AR講解的部分我講解得多了 因為在工業4.0的過程裏面 大家有機會會用到我這裏的講解 去幫助你們在課堂的時候 演繹如何講解AR抗爭實境的技術 這個課堂內容 但是在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在WebShop的時候 用到我們這段影片的內容 這個簡報內容 其實講解的部分 你可以就自己的講解 就是盡量變得簡潔一點 重點是讓他們去玩一些 我們這個內容 即是這個工作坊給他們的任務 第一是畫長一輪 第二是製作一些立體動物模型 拍法用Reno來交 第三就是玩餵動物的AR遊戲 其實大家可以就住你的講解的流程 就可以簡化這段影片的講解部分 但是如果大家在工業4.0的課堂內容 有機會要講解AR抗爭實境 就可以參考這段影片開始講解AR的部分 多謝大家